方法不对,白费,你好,我是肩颈腰专家李国民,每天写一篇文章,分享我的经验和观察,这是第123篇文章。 一,你有肩颈僵硬,怕凉怕冷吗?你有没有肩颈的僵硬怕冷?或者说你的颈椎病疼痛在晚上有没有加重?你肩颈怕冷,怕凉影响到你的睡眠了吗? 昨天有一个患者私信我,他最近也因为经常去上夜班,然后脑板上经常感觉这个减背不出现这个凉,僵硬怕冷等症状,他去拍个片子,说是有颈椎病,然后他这个症状的话这肤之后就会好转一些,他自己一直在做这个二九真九,感觉稍微好一点点,白天的话平常没什么事,主要是到了晚上这个怕冷 就加重,而且感觉那个肌肉绷紧,严重影响了他第一个睡眠,他过来问我怎么办?可能这种情况非常常见,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症状?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,首先第一不要想到你,这个应该是血管的问题,或者肌肉的问题。 二,为什么加的症和爱酒没有效果? 你没找对正确的肌肉,当你出现这种感觉很凉,怕冷的症状,很多情况下,都是因为你这个血管宫穴不好,更多的是因为你肌肉的紧张,即加到你的一个血管。 因为当我们紧张之后,这个血管相应的压力就会增大,压力增大之后,血管的攻血就减少,所以你这种怕冷的感觉,在晚上会特别的加重。 晚上的话一冷气要收缩的更厉害,还有这种天气,我们经常吹空调更加容易。 二,你的医生可能不是很擅长,很多医生说,你有颈椎病,或者说你说你这里痛,他不管三虚二十一,直接就把你最痛扎针,哪里怕冷就扎哪里? 你的医生是这样的吗? 我觉得,医生给你,第一个他要找到,你有问题的那个肌肉进行处理,把导致你肌肉弄紧的那个肌肉松解掉。 那么,你这个怕冷,将一个症状,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。 三,你没有避免加重的因素,刚刚这个患者一样,你经常去上晚班,一般其实是很容易使你脖子的肌肉紧张的,因为你脖子得不到休息,他一直绷紧的状态下,这个情况是最容易损伤脖子的。 所以,你一定要尝试着把你的脖子得到休息,避免这个姿势,或者避免这个而不良的诱因。 三,为什么一次,他的症状就明显改善? 前几天里医生处理一个患者,他的也是跟这个患者差不多,他的症状就是说,他是一个背部疼痛僵硬,然后到晚上的时候,他这个疼痛僵硬,怕冷的症状特别明显。 因为这个患者的话,是我的一个熟人介绍过来的,他在当地演了很多次,但是效果不明显,我当时给他评估的话,去照了一个胸椎的X光片,因为首先看看有没有胸椎关节的一个错位,这个的话当时就排除出来,因为没有。 所以我给他处理的话,就从肌肉入手,我松减了容易引起他那个怕冷症状的肌肉,主要的话是一个菱形肌和这个刚下肌,小圆肌。 这个患者搭场就感觉轻松了很多,他回去观察了一段时间,然后第二次来找我的时候,是两天后,他的这个怕冷和这个僵硬的感觉,他觉得轻松了很多,基本上还减了80%, 所以说很关键的,是你这个医生要找到了有问题的地方,进行松解,第一个是方法要正确,第二个的话,要弄清楚是哪里的问题。 四,他不再有僵硬,怕凉怕冷的症状的关键,是找到了有问题的肌肉,针对性的处理,这个患者治好后,他不用担心这个肩背部的一个僵硬疼痛,然后到晚上了,也没有怕痛的怕冷。 的一个感觉了,他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事都做不了了,以前的话,一到晚上就是失眠,怕冷,他自己都厌烦了,而且他把这个肩背部怕冷症状解决之后,对他的工作来说,是很好住的,因为他经常晚上睡不着, 失眠的话,第二天都是没有精神的,他通过这个处理之后,他第二天的工作,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。 大部分的这种疼痛难忍,还有这个一怕冷症状,很多情况下除了你有肌肉的损伤,一般的效果恢复都是比较好的。 关键找到原因,五,肩顶背部僵硬,怕冷怕凉,该怎么处理,你可能看过我很多文章,都用了这个针灸,其实我非常喜欢用。 为什么用?这个方法见效比较快,而且的话它的损伤比较小。 首先说,它不用扎很多针,就是你两个地方就可以了,恢复非常快,如果你当地有这方面厉害的医生,你可以去找他,你也可以找李医生,我给你推荐,二改善工学。 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,我都会让你去练习,如何通过你自己的手法改善工学,我群里的朋友,基本都知道,其实就是一个抑制交感的手法,因为我们交感神经是工学的。 当你抑制这个神经,你绝部的工学就会好一些,三肩颈部如何锻炼。 这个患者,我其实让他做了两个动作,第一个的话,就是靠强战力训练,第二个,就是让他自己去加强锻炼,而主要的话就是跑步和步行,你还在为你的颈椎病,找不到好的医生而烦恼吗? 你是不是担心,你的颈椎病会治不好? 如果你有颈椎的一些问题,点击文章下方,我会给你一些好的方法和建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